我最近这段时间很苦恼 我女朋友不支持我的事业 而且现在还要跟我说分手 我觉得我现在选择了我喜欢的 我一定有信心把这份事业干好 以后给它带来更好的生活 我希望它能给我多一点的理解 不要跟我分手 这看起来像一个男人成不成功和爱情 能不能成功画等号的命题 老师们会如何解呢 掌声请出这一队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猪 29岁来自山西吴越 女嘉宾小薇 22岁来自河北 是一名学生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老魏 你比他大七岁是吧 对 怎么认识的呀 就是在一次活动当中 我是组织者嘛 然后我就认识她了 我感觉这个女孩挺不错的 就去追她嘛 然后就在一起了 对 谈了多久恋爱了 有一年多一点了 女生现在大学毕业了吗 还没有毕业 大几啊 马上开学上大四 上大四了 对 这个小片里面说到了 你一定会闯出一点什么的 好像 对 你们这个爱情 好像跟这个成功在博弈是吗 怎么了 她老是怀疑我 怀疑我的能力 怀疑你的能力 主持人 我没有怀疑她的能力 刚开始认识她的时候嘛 就兼职认识她嘛 感觉这小男孩就挺有理想 小男孩 就感觉她挺有理想什么 挺有抱负 但是现在呢 都感觉她现在可不靠谱了 做什么事都没有成心 说得比唱得都好听 所以说我现在真的没法再相信她了 一年的时间 曾经阳光向上的小男孩 怎么就变成了一个 一无是处的小男人呢 这一年发生了什么 就我们刚刚在一起不久嘛 然后她研究了个专利 我就感觉她好厉害 然后她 专利啊 对 她研究的那个专利 正好是跟手势有关 然后那专利下来了 都申请专利号了 对 都已经下来了 挺厉害的 然后她就专利下来之后嘛 她就放置不管了 什么专利 就是一个方法 能让那个手势能旋转两回 就是让它变形 什么东西 就一个手势 一个吊坠 就是可以旋转两 一个手势 旋转两次 旋转两次 对 它可以变形状 吊坠 对 转一下 再转一下 就变了 对 做呀 我也想联系那些 手势店的那些 经理什么的 但是始终联系不上 我就把那个搁置起来了 但我没有放弃 因为那个东西啊 本身如果真的要卖钱的话 真的被人家手势店看上的话 那个东西 差不多能支上百万也是可能 你看她就知道赚千万百万 人份稳定的工作都没有 我现在毕竟快大色了 然后我挺想找一个 就是稳能点的人 那她呢 那你现在在干嘛 我现在 准备筹划那个餐饮方面 想做什么 开个饭店 挺好 开呗 但是我缺乏 缺乏别人对我的理解 她也反对我 家人也反对我嘛 主持人 我那时候是非常的支持她 因为毕竟要干事嘛 但是她你知道吗 她天天就是只是说得好 从来不会行动 我行动了呀 我这一段时间 我正在丑话当中的 本身找店 本身也没有那么容易 包括周围的环境 人流量 消费水平 好多方面都需要考虑的 那不是一天两天 就能完成的呀 你现在考察这项目 考察多久了 还没实行呢 还没考察呢 对 是吧 你看看了吧 还就这样 钱都准备好了吧应该 钱应该没问题 没问题 就是二十九岁 毕业也有一些年头了 自己攒的钱是吧 不是 家里的 父母的 对 他们答应给你投了 还得要做一下思想工作 还没答应投 那就钱也还是个问题 但是我相信我所做的呀 我喜欢我这个事业 你是学烹饪的吗 我是 我去年 我在山西找了一个师傅 学了一个打火烧 但那个蛮赚钱的嘛 我师傅他们就看 打火烧是 就是一种火烧 对 四四方方的 四四方方的 里面可以碎肉 塞点肉 对 开呗 不是有手艺吗 就行啊 反正我就是 他就只会吹牛 他每件事都做不长久 他前段时间那时候 在做这个之前 开始弄什么 微信的公众号跟小程序 他明明不是学那个专业的 他又非得弄 什么都不了解 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就非得弄 我就看上那个 微信的公众号 还有那个小程序了嘛 但是我发现那个蛮火的 后来我不是找了几个朋友 想从事这个 结果我发现这个还蛮难的 当然了 后来我们就放弃了 这么问你吧 兄弟四年你挣了多少钱 没怎么赚钱 就你没好好工作过是吧 你这四年靠谁活 家里吧 你知道他这个 都没有生活来源吗 这个我清楚一点 但是就跟他在一起嘛 就是那时候 他真的是就是蛮厉害 但是我所以说 我没想到他会变成这样 不是他怎么厉害了 就是他就是做那个兼职的活动 他是那个活动的领导者 然后看是办事能力什么的 就感觉可厉害了 就领导一些人 最后也是因为 给公司提一些意见吧 然后公司没有取纳 所以才不干的 又想着干别的 我在那里面 给那个领导提意见嘛 你给领导提什么意见呢 我是站在那个消费者角度 去给公司提意见嘛 那公司没有采纳嘛 我就感觉公司的领导人 就鼠目寸光 井底之蛙 我感觉我在那里面 没有什么太大的发展 主持人 你看见了 就是这种态度 你就有一份工作 你就好好干净 你就慢慢地 你就非得就 你给什么领导提什么意见呀 只是没采大你的意见 你就走了 对 但是我 太打了 我从那个时候 我就想了嘛 我就不想给别人打工了 我就想自己赚钱 所以你去学了一个 那叫什么 打火烧 打火烧 你看 还行啊 这个孩子也挺踏实 好歹学了嘛 是 她是学了 她就是行动呀 就这个学出来 快半年时间了 就从来不会着手去干 她只是说 每天都会说 我可以赚好多钱 我可以给你很好的生活 但是我现在 什么都没有看到 她对你好吗 她对我挺好的 挺照顾我的 关心照顾 但是我现在 马上要毕业了嘛 我就挺想找一个 稳定点的人 而不是像她这种 就是天天地换工作 没有个稳定的收入 你希望她踏实下来 对 你能不能再相信我一次啊 给我两年的时间 我给你一个奇迹 让我怎么相信你现在 我就没有办法相信你了 你怎么这么做 我回去的话 我就要从事我的行业 我喜欢这个行业 就是打火烧 对 其实挺好的 因为我师傅就靠这个发家的 人家就靠这个打火烧 就赚了上百万了 就她这种态度 我真是接受不了 天天地想挣好多钱 天天地白日做梦 我踏实 对 虽然你对我好 但是你老做白日梦 我也没安全感 是这意思吗 对 尤其是要毕业了是吧 对 要不然你再考个研 你读三年研 正好它有三年的时间 我这更理想主义是吧 所以在现实生活当中 理想主义者经常碰壁 是有这感觉吗 对 因为成功者的道路 它是孤独的 有很多成功者的道路 都是孤独的 要想走向成功的时候 当时可能需要很多的因素吧 比如说钱方面 家里人的支持 有没有人帮助你 开调的话 当然也会遇到一些问题嘛 我会考虑很多嘛 所以暂时也没有去行动的 我是先思考的 你师父打那火烧的时候 你没问问师父 你说师父 当时你是怎么就找了一块 风水宝地 人来人往 当初是谁给你的钱 你买的面粉和炉具 你问过你师父吗 问过 你师父怎么打你的 那个时候 他也遇到过 但是人家熬过来了 对 那你就熬呗 对啊 我就坚信 我就一定能成功 你就在这吹吧 你就成功 你成功 你现在去找店面 连个店面你都不来找的 我回去就要找呀 能不能原谅我呀 你让他原谅你什么 我以后听你的话 好好踏踏实实地去工作 行不行 不搞那个大吹饼店了 搞呀 我一定要搞 好好好 成功者是孤独的 来 台下坐的三位孤独的人 你们给他分析分析 一起进入旧笔特问圈 我特别想跟男孩说两句 比我小我叫弟弟好了 我觉得一个人去创业 很重要的 首先要摸清一下自己的兴趣 爱好跟特长 到这样的一个29岁的年龄 其实你应该可以聚焦 某一个方向 这个方向 投入一定的能力跟努力之后 有可能在未来的某天开花结果 现在如果还是迷茫的 这是不对的 所以这个是我第一个小建议 第二个建议 在爱情和面包之间 这是自古以来的一个 两难的选择 你现在的情况 没有办法给你爱的人 一些他想要的安全 保障 还有未来 对于美好生活的信心 这很正常 因为你现在还处于起步阶段 所以这个时候 需要你做一个选择 这个阶段 你觉得体验爱情的美满更重要 还是说赶快锁定 你事业的规划 事业的方向更重要 这个是需要你自己去权衡一下 我的个人建议 我觉得先把事业搞起来 哪怕一步步先有个规划了 投入进去 不见得拿一个盆满钵满的结果 呈现在女孩面前 你只要有一些行为 行动跟靠谱的规划 女孩都会对你有信心 这是我的建议 那反过来我再跟妹妹说两句 从开场到现在 我有一个感受 你的每一句话的每一个字 都透露的主题就是两个字 抱怨 你有没有想过解决呢 你在抱怨你的另一半 没有实际的行动 去解决现在的窘境 那你有没有帮着他 一起去策划 去思考 去帮他一起去度过 你们共同的难关呢 不要把自己的 所有的幸福建立在另一半 他不行 所以我就要跟他切个干净 那你想想你付出了什么呢 如果按照目前你面前这个男人 他在你内心的定位 可能就两个人生的结果 第一个庸庸碌碌一生 第二个未来某一天 突然爆发一飞冲天 这两个结果 第一个你肯定不想要 但是第二个 如果他出现了一飞冲天的人生 你想一想 以你现在的投入 你值得拥有 他的人生辉煌吗 两个人都要付出 我觉得是可以的 好不好妹妹 不要着急 共同去想解决办法 好吗 然后我问你 在你心目中的成功 标准是什么 我想做到我师父的那种水平 甚至要超过他 他现在是 因为人流量也比较多 一个月的话能赚十几万呢 一年能赚到上百万 这是你的目标对不对 对 你师父戚子有吗 有 你师父孤独吗 不孤独 我相信你一定看了不少书 对吧 什么成功者都是孤独的 然后你要给我两年时间 给你一个奇迹 我们来定义这个成功 我个人觉得 每个人都要把成功的概念 具象化 而且要目标化 这个目标一定是有一个时间节点 就如同你的定的目标 是像师父一样 是吧 多长时间做到 好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我现在要做什么 这是最最关键的 否则就会将理想和梦想混淆 你有一个很好的专利 但是我听到的居然是 都没有去联系到 那些珠宝店的经理 负责人 我觉得很大闷 那些店就开在那推门就进啊 为什么没有 四年了 毕业四年 没有任何收入 还在靠家里的支撑 对不对 你想到了开餐饮 但刚才问你说做了什么 什么都没有做 没有去考察 请问你到底是一个 成功的梦想者 还是你将成功 真正作为一个 要付居实际行动的一个实践者 我们不能只能想 回到眼前 回到爱情 成功的有很多的方面 成功的男朋友 成功的丈夫是一什么形象 是一个脚踏实地的 可以对他有爱的这种形象 你有做到这份成功吗 对于你的家人来说 成功的儿子 是一个能靠自己自力更生 不需要再去靠家里补贴过活的男人 你有做到这点成功吗 所以把你所有的成功概念具象化 画到你眼前 画到你身边日子当中 你至少有一份工作 他们对你没有什么需求 有说你一定要做到年薪上百万 没有啊 你一定要去创业做哪个项目 他们没有啊 他们只是希望你有一份收入 先做到这一点 就叫成功迈出了第一步 然后再向自己的目标 去做脚踏实地的复出 好不好 好 在复出路上 有他最好 如果他不能陪伴你走的话 你不要怨他 因为他有自己寻找自己成功婚姻的权利 你不能强求人家好不好 就是这样 你刚才一直说你很孤独 你紧随下什么叫孤独 那是一种什么滋味 就是感觉很多人不理解你 我看好的东西很多人不看好 那孤独和寂寞以及无聊有什么区别呢 无聊就像我个人认为就是那种 感觉天天就那个不好好工作呀 混日子那种 那寂寞呢 寂寞 比如说我失去它 就感觉特别地寂寞 无聊是指一个人无所事事 无事可做 寂寞是指身边没有同伴 孤独是指身边有同伴 但你依然寂寞 就像尼采所说 一个高级的人总是独处着 因为在他的身边找不到同伴 但是一个真正有着自己想法 有着自己喜欢干的事的人 他是不会感觉到孤独的 即便身边的人都不认同 他依然信心满满 因为他内心很丰富 如果是要说定义什么叫成功 成功并不是你把一件事情干成了 而是你特别喜欢干一件事情 你专注地去做 而且不是为了明 不是为了力 那么你内心是丰富的 但问题是有些人 当名利失去了之后 他就会觉得自己的成功 是没有价值的 因为他内心没有真正想干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一定要确认 你内心真正想干的一件事情到底是什么 如果有 那即便失败 即便没有人支持 你内心依然觉得自己的人生是有意思 同时也是有意义的 所以你也就不会说 请你支持我 难道他不支持你 你就不干吗 那说明你不是真正的喜欢干这件事情 他虽然不踏实 但是他很直白 同时还有点可爱 虽然在事业上有点好高骛远 有点形式主义 但他对你的情感至少是踏实 这一点你不可否认 所以如果一个男人愿意在感情上对你踏实 即便事业上有一些好高骛远 那可能是年轻带来的特质 那为什么不能够在这条路上 基于他对于你感情的踏实和忠诚 来给予他一定的认同 当然这是你自己选择的问题 但我还是那句话 一个男人 人品很重要 你说呢 自己看着办吧 好 谢谢图老师 加油呗 抓紧行动起来吧 好吗 女生自己考虑一下 来 我们一起进入 那几天喝苦方红糖 真情60秒 小薇 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我真的很喜欢你 我希望我在创业的这个阶段 能陪我一起走下去 我真的需要你的支持 我相信我能给你带来更好的生活 能不能不要和我分手 我一定会给你看到结果的 我会证明我自己 我会让你知道 你选择我没有错 我以前也相信过你 我今天来的时候 但是现在到这种情况了 咱俩真的应该好好想象了 想想我是不是你适合的人 我也得想想 谢谢两位 来 请回 来 请关门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大家登陆优酷网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爱奇艺 乐视视频 PPTV剧力 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来 看看这对年轻人 自己的选择是什么 请开门 哇 来 男生 我们的爱情导致 刚刚好 幸福到一天不少 还能忘掉 虽然你今天没有同意和我一起走 但我相信我事业有成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嫁给别人 我还会去找你 我提醒你一句话 即便你不是所谓的事业有成 只要你坚持去做你喜欢做的事情 你的那种专注 一定会吸引某一个女人 真正爱你的女人 不是要你事业有成 她是喜欢你的那种执着 明白吗 听明白了 明白 加油吧 来 请回 谢谢你 谢谢你